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理想世界,我是张瑞芬 今天10月2号,这个太戏剧化了 突然之间呢,台风来袭,然后放了一天台风假 这个山坨台风,现在行机很诡异啊 然后呢,现在台中是无风无雨的状态 这个台风假也不知道放哪门子的 可是呢,我非常的不爽啊 因为呢,我一二四都要上课,上累死了回来 然后我只有星期三是一个休假状态 没有想到呢,星期三给我放这个假 我完全没有放到啊 然后跟我先生比起来,我先生本来星期三是最忙的 他要上一整天的班,晚上要看门诊 看到十点多回来 所以他这一天的放假真的是赚到 就有点像是一个老师一天有八堂课 然后这一天就整个放了假一样 这个,我真的是衰啊 然后呢,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其实不是期盼放台风假 我们精确点来说啊 我们是希望自己放假 别人上班 也就是别人都在工作中 然后只有我一个人放假 这才是真的放假 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是家长好了 如果小孩的学校都不放假 通通送去上课 然后你一个人上班是放假的 那才叫放假 如果一个家长 小孩在家里面 因为停班停课嘛 小孩在家里 你想他这一天等于加班啊 他等于要煮三餐 对不对 本来一个人在家里还很好弄 好,现在假设两个小孩好了 一大一小的 比如说果中跟果小 在家里吃饭 那你就要弄三餐 你更忙 所以台风假对很多家庭主妇 或者是职业妇女来说 其实没有放到 他更忙的 所以呢,精确来说 我们是希望别人工作中 然后自己是放假 这才叫享受啊 我之所以知道这个道理 是因为去年就放了一整年的休假 然后那一整年的休假当中呢 真正体会到那种 全部人都在忙忙碌碌工作 然后只有我一个人 在闲在那没事做的时候 那种快乐 那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很想退休了 感觉这个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 然后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 很多大小事都能够干扰你 打乱你的情绪啊 所以呢 唯一不要被外界干扰的方法 就是你没有工作以后 你退休之后 就可以全心全意 照自己的方式活着 那真的是 如果金钱上没有疑虑了的话 真的是应该早一点过这种日子啊 那么50岁退休 像我的同学 大学毕业就去当果中老师的人 他们很多人50就退休 50岁那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 所以我那个同学就是50岁退休 领了优渥的退休金之后呢 然后他开始去参加什么游泳班 各种各样的什么 这个茶花班什么的 然后到处旅游玩得很开心 结果呢 我上次同学会看到他 他比大学时候还漂亮 简直是回春了一样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社会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可叛放假 因为都过劳 就是呢 普遍休息是不够的 所以呢 只要放假都好 那在本质上来说 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 自己放假 别人在工作中 这样才方便嘛 你想想看 自助餐也开着 然后邮局也开着 银行也开着 大家都在工作 就只有你是不被工作绑住的 那才叫快乐 那么这种表象跟实质 不一样的问题啊 比如说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都希望减肥 可是大家盯着棒秤 看那个数字是不对的 因为你希望的是 你的身形苗条 穿得下那一件 裙子很窄的那件衣服 对吧 那我们都是看着棒秤的数字 那就错了啊 所以其实我们减肥 不是想要减下那个数字 我们要减的是 你自己身上的肥肉 假设我现在身材非常好 然后秤起来100公斤 我都无所谓 秤起来几公斤有什么关系 我要的就是瘦嘛 所以呢这个是表象跟实质 其实很不一样 我们追求的是瘦 但是我们看的是数字 那就不对了 那么这种表象跟实质的不一样 就好像现在每一个人都念大学 大家学历都大学研究所 但是现在的学生 真的有在念书吗 你可能说有啊 有的上课 然后通过各种考试 考上证照 很拼的呢 但是他们有读书的习惯吗 这很可疑耶 我最近呢 正在跟学生们在斗智斗法 想尽办法呢 要去挽回他们的读书的能力 因为最近派了一个功课 就是到书店去看书 然后自由自在的 你什么时候去 跟谁去 去多久都无所谓 然后要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呢 贴上一张照片 还有呢 写上一段心得 你看什么书的心得 那这个作业其实很好做 其实也代表 就是也取代了期中考 照理来说 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 可是呢 从发布了这个作业 到现在两周了 有好几个班 还没有人开始呢 不晓得迟疑什么 也或者都还没有 腾出时间找得到人 总之呢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的 一边怀疑 然后一边 一边在观望着 然后我就感觉到 现在的大学生 其实他们是一种 假性读书的状态 也就是他 他挂在一个 念书的名额里面 但事实上 他没有读书的习惯 或者说他读的书 局限于 课本上的 教材里的 要考的部分 那个所谓课外的部分 他是没有习惯去接触的 那这个读书习惯 很令人担忧啊 就是这种假性读书呢 就变成他有文凭 但事实上 他知道的不多 他没有更新嘛 他没有时时刻刻 去注意到最新的消息 所以呢 我们会培养出 怎么样的下一代 文凭看起来都很亮丽 看起来每个人 学历都很高 可是呢 你一看 他们的能力真不行 比如说呢 找了几个助理 来帮我做一下 做几页PPT 然后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找一下书的封面啊 作者 然后内容 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做几页 帮我整理一下 结果找来的都是现成的资料 也就是你在书店的网站上 能看到什么就直接抓进来 他里面有时候有错的资料 也照抓 因为他没有辨别的能力 那上次学生分组报告也是一样 介绍作家跟作者 那明明那个作者介绍里面 就明明有错的 他们完全看不出来 那你说看不出来 也可以去查核资料 就是确定以后再弄上去 但是他们没有这个习惯 所以他们认为抓得到的就是对的 这一点就非常的糟糕 那我们的教育 如果培养的 培养的都是这样的人的话 AI可以帮助你整理很多资料 可是错的你完全揪不出来 那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又另外有个问题 就是学理工的人认为 人文不是他的领域 我没有在follow那个 那个跟我无关 这个观念也是莫名其妙 像我在书店里面看书 我完全不拘什么样的形式 或者是范围 比如说我这个前几天 才在书店里面看到一个 杂志里面是财讯吗 还是什么 金周刊还是什么 是什么财经杂志网 然后他就讲到那个GoGoro 现在呢市值已经跌到十分之一 那我只知道GoGoro是电动机车 可是这个电动机车 以前不是很红吗 那为什么会市值跌到这样呢 因为他的电池 好像是在大陆制造 还是什么东西 总之呢 现在的股价是非常低迷的 跟他里面的股东的成分 也有关系的样子 总之我们不管看懂多少 多少就是都接触 对什么都有兴趣都好奇 那么这一点能耐呢 或者说这种惯性 现在的大学生 我觉得是没有的 除了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 都跟他无关 那他读了都觉得白念 所以呢 当你没有范围 教学中去看书的时候 他反而好像 他好像无所适从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所以就好像被关注 关了很久的人 突然之间你把他放出来 然后说好 你自由行动了 他不晓得要去哪里 这样 从他们到书店那种彷徨 我就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拘禁很久的心灵 那我自己念书呢 从小到大 我就没有在鸟学校那一套 大概是已经看穿 老师跟这个教育系统的不足吧 所以从小呢 书也念啊 考试照考啊 但是没有怎么很在意这些 反而是课外自己在外头读书 看很多很多的书 那以前台南市 还有很多二手书店嘛 我就在那里蹲的 一蹲蹲一天耶 那现在呢 在成品里面一做做一天 那种习惯 大概就是青少年时期养成的 所以你以前有什么习惯 以后就会延续下来 所以现在的青年青少年 他们没有看书的习惯 我不晓得教育部 有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他们拿到学位之后 大概就停止学习了嘛 跟自己无关的 哪还有时间精力再去顾忌呢 这个会大大限制他们的发展 所以呢 我现在想尽办法 再跟他们的这种习惯拉锯当中 那你说 这个主意很好啊 每个老师都应该要规定一个时段 叫学生呢 课不用上了 跑去书店去看书 然后呢 PO出新得来 以示真的有一些获得嘛 那你看什么都无所谓 可是你要做这个作业 老师自己本身 必须常常去书店耶 你必须有兴趣 在书店蹲 不然的话 他们PO来很多新书 你没有办法跟他讨论 所以呢 就好像体育老师 你必须带着学生去跑操场啊 你不能坐在树荫下 然后叫学生啊 跑三圈 跑十圈 你自己都不跑 所以你要带这种 这种活动 你自己就要很 亲身参与 就好像你要带学生登山 你不用自己 自己也陪他们去嘛 所以这个作业 适合喜欢看书的老师 有办法跟他们同步进行 那我自己当然算得上是 常常去书店的人 每一周都去 上个礼拜就在书店 看到红兰那一本新书 叫做大脑说明书 谁在操控生活大小事 这本书的书名啊 说真的没什么吸引力 不过呢 我知道红兰它有很多的概念 这种科普的概念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呢 我也坐在书店 我真的坐了半天 把这本书全部看完 很好看容易看 就是这本书 其实举了很多例子 来说明一些概念 你把那些科学名词 全部滤掉 那些什么以稀胆解啊 那个弄不懂的 先马上跳过去 你还是可以看懂 红兰这本大脑说明书 这本书只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那个悬梁刺骨的骨啊 那个骨不是骨头的骨 那个骨呢 是就是骨粪的骨 那个骨其实就是大腿的意思 所以呢 苏勤他悬梁刺骨 他很认真读书嘛 晚上打瞌睡 那怎么样让自己不打瞌睡呢 就是把自己的头吊起来 就是把脖子拉长啊 不然就会打顿嘛 然后呢 用锥 就是用力 很力的锥 然后去刺自己的大腿骨 让自己警醒 所以呢 悬梁刺骨是这个意思 不是刺骨头 是刺大腿 那这个红兰这本书里面 悬梁刺骨就写成了骨头的骨 那不对的 这一看就很明显的错误 那么 为什么连编辑也没有校对出来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失职啊 这种措字呢 其实很基本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 在学校开会的时候 然后旁边就做一个 机械系的老师 然后呢 他知道我是中文系的之后 然后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在公文上面 常常最后会写一个什么 什么传辞 进驻时期之类 然后那个传是什么意思 他说的那个传 其实就是 那个端正的端的右边 就是把力去掉 那个端正的端的右边 那他念成传辞 他说 这个字到底是什么读音啊 什么意思 我说 那个字 其实它就是砖 砖门的砖 所以砖辞 顺送时期 这个就是说 我专门 我写这个信 然后专门向你请安 这个意思 所以砖辞 那个字念砖 那这样就完全懂了 就很好理解 有很多成语哦 其实你知道它的意思之后 你就完完全可以理解 比如说正经为座 指一个人做得很端正嘛 那为 为显得为的什么意思呢 其实为就是正的意思 所以正经正做 就是做得很直的意思 这样就非常容易理解 那么比如说 报应不爽 报应不爽 是什么意思 这个爽就是差的意思 报应不差 这样你就完全理解了 所以呢 古字跟现在的字的意思 不太一样 那你要知道 它古代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呢 拜祷在什么 谁的石流群下 就是说 一个男生被 一个女生迷住了 这个叫拜祷在谁的 石流群下 那为什么不是巴勒群 或者是什么苹果群 为什么是石流群呢 因为古代呢 石流是红色的嘛 所以石流群 就代表红群的意思 所以拜祷在 他的红群之下 这样就很好理解 所以呢 你要背诵 也要从理解开始 那悬梁刺骨 如果你知道 那是大腿的话 那就很好理解 这个用锥子 去刺大腿 刺到流血 来警醒自己 不要打瞌睡 这个意思 那你锥子 不可能去刺骨头 刺骨头就不合理 不成立了呀 这个是我读 红蓝的书的 一点小小的bug 然后呢 这个这年头 我觉得当老师的人 他真正要做的 倒不是传授知识了 因为知识都在云端了嘛 现在大量都医化了 老师讲 一个人要念书 也不用靠老师了 那么老师 到底要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 一个老师 真正能发挥的 最大作用 就是 给学生 他们没有的 正确概念 另外呢 可以的话 帮他们建立一个 好的习惯 那这个功德很大呀 我觉得 那个是 可遇不可求的 很多老师 其实就是照着 PPT讲科 那这套东西 你换到谁的手里 也照样讲 就跟一个简报员一样 谁念一遍都一样 但是真正好的老师 他是可以 给学生一些 好的建议 并且呢 给他们一个 一个好的引导 并且帮他们 建立一个好的习惯 那么 我最近看 那个联合报 9月30号的 这个有一篇 这个读者的文章 叫李建吉 李建吉老师 那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当传道授业解惑 遇到AI 这以前孔夫子说 传道授业解惑 这个是老师的职责 那这个AI时代 到底老师还能干嘛呢 教学都医化了 那么李建吉 他的说法呢 我觉得很对 他说 老师这年头应该要传云 当然所不能传得到 受网络所不能受的专业 解AI所不能解的疑惑 天哪 那你如果能够找得到 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那你要给他多少薪水 他的能耐高于AI 高于机器 那现在给老师的 这种低阶的薪水 你能找到这样一个 牵手牵眼的人 我觉得这就不成比例了 所以 人脑才是真正的高科技 那你用人脑 去补足那个科技的补足 那等于就是用高科技 去辅助低科技吧 对吧 那你薪水还不给高一点 这样合理吗 好 所以呢 给学生正确观念 培养他们终身受用的好习惯 这个才是一个老师应该做的 然后我今天呢 要来综合讲两本书 一本就是红蓝这一本大脑说明书 谁在操控生活的大小事 那另外一本呢 是一个美国的精神科医师 叫做John Retti 约翰瑞提 他是哈佛大学的 他在2021年有一本书叫做 运动改造大脑 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 叫做活化忧郁脑 预防失智脑 IQ跟EQ大进步的关键 那这当然是一个科学的科普书 我觉得这一本书 跟红蓝那一本可以一起读一读 它的概念是对的 而且是一致的 简单讲个结论 就是运动可以改造大脑 阅读也可以改造大脑 睡眠对于学习是绝顶的重要 这几个概念说来简单 你必须从基本上去理解大脑的运作 你才能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比如说呢 在这两本书里面提到很多有趣的概念 我先讲一个 我印象最深刻的 在红蓝这本书里面 他就讲到海伦凯勒 那我们都知道他又失明又失聪 然后有人就问他说 失明跟失聪哪一个比较糟糕一点 也就是等于换一个方式 问你失明跟失聪 你要选哪一个 那你当然说你都不要 但是必要选一个的时候 哪一个比较糟糕呢 红蓝这本书就告诉我们 其实失聪是比较糟糕的 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同意 为什么呢 失明是斩断了跟物体的连结 因为你看不到物体本身嘛 可是失聪是什么意思 你斩断了跟人的连结 所有人发出来的声音 不管是对你讲什么样的话 你完全都没有办法听见 你接收不到就不能回应啊 所以呢 斩断跟人的连结 比斩断对物体的连结 还更糟糕 这一点呢 我可以从我妈妈这个状况来说起 92岁的老人了 然后现在呢 他的失聪已经到了严重的 这个听损的地步 还真的去做了测试 然后领了一个残障手册 那有时候看到他这个状况呢 你真的被他折磨得很惨 因为不管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说你讲什么 你不管跟他远或近的说 他都说你讲什么 他那种你讲什么 这句话好像已经 就是他 他完全没有分辨你 对他讲什么话 他就先把这句话端出来 你讲什么 就预防性的先说 那你真的会被他惹火 你一句话还没讲完 就被他打断 你讲什么 就好像跟你捣乱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当然远远的跟他说话是不行 我必须站到他身旁 跟他说话 他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说 你讲什么 每一句话你都要讲三遍的时候 你火气就会上来 所以呢 我觉得老人家呢 这个失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到菜市场去买菜 你几乎没有办法想象 这是一个以前教书的小学老师 小学老师是必须耳聪慕名 而且一般他们那时候小学生 一般教六十几个人 最多到七十个人 然后他还曾经拿过教师杯的桌球冠军什么的 然后运动天分不错 然后以前是一个很机灵的人 也是一个老陆命的人 你完全想不到那样一个职业妇女 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失能的状态 那大脑没有坏掉 但是他因为听不见 所以他会表现出一个反应很迟钝的 然后人家看到他那种茫然的表情 也会觉得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我带他到菜市场去 跟应用一起去市场 东西也不用他提了 我只是希望他指一指看看 你要吃鸡肉还是鸭肉 你选一选吧 总可以吧 结果呢 我发现在菜市场里面 他就变成一个非常 非常可笑也很可怜的存在 因为他问摊贩说 这一斤多少的时候 人家说了他就说 你说什么 那你看旁边围着那么多人 这个摊贩必须要眼明手快的 处理很多事 当一个老人一直跟你说 你说什么 你说多少 多少多少 这样的时候 人家完全没有办法做事 所以就会放弃跟他沟通 然后转而跟我沟通 不跟你讲了啦 跟别人讨论 所以呢 一个听障的人 他基本是没有办法跟人沟通的 那你说好吧 那你就看平板好了 看电视好了 可是他连平板的声音 他都听不清楚 在听损的人耳朵里面 那一些声音 即使已经开到最大 平板已经开到最大声 已经大到 吵到别人的地步了 他听起来就是一个 吱吱扎扎 就是那种 你可以想象 机器坏掉那种磨损的声音 你还没有这种 听力障碍的时候 你不晓得聋人的悲哀 当你听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无法正确的回应 然后不断不断 向外界说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的时候 我上次就跟我妈说 你不要讲这句话好吗 你把我的一句话 听完以后再回应好吗 不然你真的会把我热火 所以呢 师明跟师聪 哪个糟糕 当然是师聪啊 听不见比较糟糕 这个我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 赞成红蓝的讲法 难怪海伦凯勒 他说 如果这两个要选一个 他一定选师明 因为呢 师聪是斩断跟人的连接 你完全跟外界世界 已经完全失去连接了 这真的很惨啊 那我看完这两本书以后 我突然觉得 没有读书的习惯的人 事实上也是斩断 跟整个外界的连接 你活在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 或许你工作有个范围 然后你的职务呢 你所应对的事情里面 你是专业的 但是越过这个专业以后 你完完全是一个无知无觉的人啊 就连个基本概念都没有的人 那这不也是一种失明或失从吗 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透过红蓝 跟这个约翰瑞提医师 这两本书啊 我们这两本书 如果合在一起讲 他有一些概念 我觉得很好的 比如说呢 我们先讲第一个啊 念书之前必须先去运动 这件事情 有多少老师或家长注意到 或者说 察觉到它的重要性 那么现在呢 各级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一样啊 上午排的都是重要的课 但是有没有一个学校 把体育课排在第一节呢 几乎没有 可是美国的大学 很多学校体育课都排第一节 那在这个运动改造大脑 这本书里面 他一开始就举了一个中学来做例子 那么这个中学的老师呢 他在学生上课之前 就先给他们排一场体育课 然后是要到剧烈运动的地步啊 那一般来讲 如果你要学生全班一起跑步的话 测的就是 比如说两百公尺 然后你几秒钟到达 然后定一个标准嘛 这样就算及格 可是这个老师呢 他不是以你跑的时间 这样来做成绩 他是以你最大心跳率来 作为一个标准的 那么最大心跳率怎么算呢 就是两百二减掉你的年龄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是二十岁的一个大学生的话 那么你最大心跳率可以到两百 就是你跑到最费力的时候 就是用尽全身的力气 跑到最激烈的运动 就是大约要到一百九左右 这才是激烈运动 那假设你是六十岁或七十岁 当然两百二往下减 当然就会少得多 那以中年人来说 跑到一百五一百六 那都已经 都已经是到最剧烈的运动 这样的一个范围 然后呢 那个老师他就是 看到一个女生 他跑的成绩呢 当然比其他的学生差 可是一测他的心跳率 已经到了一百九 也就是说 他已经是竭尽全力 他所能承受的最剧烈状态 那这个呢 分数就很高 那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那他已经进了最大的能力 就是以他能承受 最剧烈的运动 这样来算 然后这个学校呢 他实施的政策就是说 每天第一堂就是体育课 在正式上课前 一定先上一个小时的 剧烈运动的课程 后来发现学生的注意力 各方面的学习能力 都有提升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运动可以改造你的大脑 运动不但 运动的时候不但在 改造你的身体 在强化你的身体 同时也在强化你的大脑 很多人就认为说 那种体制班的 很会运动的这些选手 一定都是那种读不了书的 那很多老师也是这么想的 学生分两种 一种就是升学班 另外一种就是体育班 那种读不了书的 可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体育你的运动 是可以重塑你的大脑 因为在你大脑的 神经元的连结上面 运动非常非常的关键 所以当你理解到 这件事情以后 你就发现 当你要提升专注力 或者是你要念书的效果好 你一定要 一定要加强小孩的运动 那这个所谓小孩 就是从学童 小学一直到中学 甚至到大学 其实都是一样的 现在的小孩 普遍运动量不足 那么当你年轻就没有 养成一个运动习惯的时候 那中老年就更不用讲 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 运动可以抗失智 可以抗忧郁症 抵抗压力 就是它能够缓解你的压力 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面 负面的消息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压力不断来 然后在这种情况底下 有人就会崩溃 那压力本身对我们身体是好的 因为那是一种防卫机制 就是让你知道老虎来了 后面有狮子追你 然后你就必须要拼尽全力 分泌肾上腺素 可是压力也会拖垮人 所以怎么样解消压力 这个就变成你必须要理解的一件事情 那宏兰这本书里面呢 它就讲到 其实你念书念累了的时候 最好就是先停下来 先去做一点别的事情 然后呢 比如说你去走一走路 或者去跑两圈 再回来 你的精神各方面 集中注意力都好了 之后再继续念 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呢 就是傍晚小孩就去补习 那傍晚补习是很不好的 因为上了一天课下来 你的身体跟大脑都疲累 在这种状况下 应该要休息一下 稍稍喘息一下 再去 再下一个工作 结果呢 一放学马上就去 没吃东西 然后这样子就去补习班 这个学习效果是非常差的 所以当你理解到 休息对大脑的重要性 这个运动可以解消 大脑的忧郁的时候 你就等于有了天然的百忧解 然后还没有副作用 所以运动是一个 值得终身养成习惯的一件事情 那当我们小孩子 因为小孩都在考试读书 这种升学的强烈的压力底下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用运动 来解消这些压力 所以呢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一阵子的压力之后呢 赶快去运动一下 消解一下 以后再回来 所以读书绝对不是能够持续 读十个钟头的 有很多学校呢 一天排九堂课 那种上法真的是压垮人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 其实是在节折而鱼 就是把青少年该睡觉的时间删减 然后塞给他们一大堆 不应该塞进去的东西 他们的压力无法解消的时候 他们转而到社群平台上面 好 社群平台呢 又造成了另外一种伤害 所以呢 你如果要毁掉一个孩子 很简单 你就不要让他睡 你让他长期睡眠不足 然后迷上抖音 因为他非常累的时候 他就会去刷抖音 那一刷刷几个钟头 然后在那里焦虑自己的容貌啊 跟别人比不上啊 有人攻击他啊 你就让这个没睡宝 还有这个社群平台的那种 负面的情绪 去干扰这个青少年 这个人啊 很快就毁掉了 所以呢 我觉得很多老师跟家长 做得太多 担心太多 你应该要顾守的 反而没有守住 比如说他的身体健康 你有守住吗 他的睡眠营养 跟这个休息时间 他够吗 那你可能说 等到你顾及他的睡眠 营养跟休息 那那书能念到哪里去 可是我自己 以自己亲身的例子来说 那两个小孩 从小呢 就放牛吃草 真的玩是玩够了 还从小就练足球嘛 你想想看 他们在运动场上的时间 还比在书桌前面多呢 那这样的小孩 照理说 应该完蛋了嘛 可是事实证明啊 我先生的讲法是对的 因为他是个医生嘛 在小孩重考的时候 他每天 这个小孩自己不想去补习 他说补习班读书没有效率 他就自己跑去图书馆读 然后我每天 我就看到我先生 在他回来的时候 就盯他说 每天八九点一定要回来 就是念到八九点 不要再念下去了 因为在念也没有效率了 八九点就回来睡 然后呢 每天回来就盯他一件事 你今天有去跑步吗 我小孩就有有 我今天就跑了两场 早上跑一个小时 傍晚累了 又去跑一个小时 那我先生就说 好 这样可以 他每天在那盯他跑步 然后我想说 天啊 这样子就能考上医学系吗 然后我先生就说 没问题 他只要能够天天跑步 他就一定考得上 我说你简直开玩笑 结果事实证明 这样是有效的 事后我问他说 如果你那时候 没有这样高强度的运动的话 你觉得你考得上吗 他说他 他觉得考不上 因为你的毅力 要很坚强 你的耐受力 要很强 再来你在考场的 专注力要很强 这些全部都是运动培养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功课好 然后每天坐在那边 读十几个小时 那是不行的 因为你的大脑 是卡住的状态 所以你必须训练身体 然后去增强大脑 这是第一点 念书之前 一定要先去运动 这是可以提升专注力的 因为神经传导物质 会比较活络 那么第二个呢 红蓝说 不必送小孩子去潜能开发课 为什么呢 这是没有用的 因为大脑 它本来就会终身学习 而且它是用尽非退 所以呢 你只要一阵子不做的事情 就慢慢就生疏 这很长的事情 像我自己呢 一阵子 没有手揉面包 结果呢 手感慢慢就生疏了 这个揉面包的时候 要加多少水啊 湿度啊 温度啊 到底要发酵多久 你做熟了的时候 完全都不用看食谱啊 手就知道该怎么做 可是我大概半年 没做面包了 因为这阵子 蛋糕做的比较常做 然后面包渐渐不会了 所以其实我们的大脑 是不断自己会改变的 你不常做的事情 它就退化 它就退步 所以你可以想见 一个人如果不常看书的话 他看书速度一定是慢的 那你如果常看书的话 但不用去学什么速度法 你自然理解能力会增强 所以呢 想要能够增进阅读能力的方法 就是大量阅读 没有别的方式啊 所以呢 这个红蓝就讲到 聪明这件事情 是先天加后天的交互作用 就是很多人呢 就讲说 这个先天基因或什么 其实不是啊 先天再聪明的人 只要他没有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他照样可以退步到 退步到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步 所以仰赖天生聪明 那种基因是没有用的 那养成个终身良好的习惯 倒是非常必要的 我前一阵子呢 看到一个影片 他讲到108课纲底下 家长都非常焦虑嘛 所以呢 小五小六就送去补习 补什么呢 要去考私中 就公立的学校呢 家长渐渐不信任 然后觉得私立需要管制比较好 一方面是功课 国中生割井命案 大家吓到了 这个公立国中里面呢 良悠不齐 连那种 在少官所关过的学生 也放到这个学生里面来 那简单来说 就是连安全都顾上 所以很多家长呢 就让小孩挤破头 去考私立中学 那么私立中学 从国中部升到高中部 还要考试 那这个考试是非常严苛的 听说几千个小孩子 拼命补习 去考上那少少的 三四百个名额这样 所以从小四 小五小六 就在补习 那么不补的话呢 绝对输在起跑点嘛 听说很多小六 就已经教到国一的程度 然后呢 才进高一 一学期就已经教到了 高二下的程度 这个都是超前部署的概念 就是说我先学嘛 然后呢 我自然就赢过别人 可是红蓝这本书里面 他就讲学得早 不如学得好 很快 逼他 很快就赢在起跑点 未必后面有什么功用 这有点像是我小孩 国中的时候 他跑一千五百公尺 全校冠军 那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那么厉害 他就说 哎呀 我都让他们先跑 因为这些人呢 冲前面那些人 就是枪声一响 冲在前面那些人 这个一圈以后就慢下来了 这句话呢 非常简单的诠释了一个道理 就是说 续航力比冲前面 还要重要 人生是很长的 一条马拉松的赛道 你冲在前面 冲到考大学 考完的时候 你气力放进 你几乎已经没有热情了 而且你也没有续航力了 所以你看大学里面 有多少人是躺平的 对未来没有目标 然后也茫茫然 也没有再想要 再往前去进步的心了 那我小孩就是 从小到大 都是玩到大 参加足球队 成绩虽然在前面是输的 可是呢 上了大学 他反而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我也玩够了 现在开始好好读书了 那你现在看 一个在运动里 培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能够抗拒挫败感 因为踢足球总是输嘛 全身都是伤 他很能够接受打击的 他这种 接受打击的能力特强 那这种人去读书呢 他其实 就是考全班最后名 他都不会有什么错背感 然后他对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可以全力去追求 当他用尽全力去拼命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能够激发出 对多大的力量出来 如果一个小孩 能够为自己喜欢的东西 去拼命的话 当师长的人 那岂不就轻松了吗 对不对 所以让小孩上轨道 这是当师长的人 唯一能够轻松的方式 你与其每天盯他 行事例课程表 今天七点完就要去 补另外一个 要去补才艺什么 每天盯他这个 你也累 他也非常非常累 所以怎么样让小孩上轨道 我觉得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 养成他运动的习惯 而且留出足够的 运动的时间给他 第二个 功课上稍微放一点 因为差那么一分两分 都没有什么差别 真正人的差别 就在你心智的成熟 还有你的毅力 吃苦的能力 你的耐受力 这些东西 都要从运动去培养 你从考试是培养不出来的 有时候考试 就会给你挫败感而已 所以呢 用运动去训练 身体体力的强度 还有你脑力的强度 这是绝对必要的关键 所以呢 运动能改造大脑 甚至能够 重塑大脑 笨人都能变笨 这个你一定要相信 这个运动改造大脑 这本书真的值得一看 那么在红兰的书里面 他还提到另外一点 他就说到 你想要把书背熟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概念 就是要重复登录 就好像你要把一个桶子 绑上绳子 垂到那个井里面 你是用十根绳子 把它绑住 比较牢靠 还是用一根绳子 打十个结 比较牢靠呢 当然是用十根绳子 绑住他 然后垂到井里 这样牢靠 他的线索越多 他就越容易记得深 这个就是重复登录的概念 你今天一个资料 你登录到十个随身碟里面 能够投食出问题的机会很少 这个提取不出来 那个可以提取出来 所以呢 记忆这件事情 它是必须要一次又一次的深化 比如说最好的记忆方式 就是先念一遍 好去运动一下以后 回来再念一遍 或者下个礼拜再读一遍 你读了很多次之后呢 这些记忆 每一次就好像一条绳子 这样子就磕到你的脑海里面 所以呢 背诵这件事情 其实就重复登录 让他的记忆深化 还有个概念 也是必须有的 记忆这件事情 是可以重构的 也就是洗脑是有用的 当一句话讲了一百遍 它就深深的磕在你的脑子里头 没有办法忘记 就会成为一个 一个根深蒂固的事实 所以呢 为什么说洗脑有用 就是 同样的事情跟你讲了很多遍 你自然就认为那是真的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庭上面 证人跟证词是不可信的 因为我们的记忆是会更改的 你可能会被误导的 或者会被洗脑的 所以在国外就曾经 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案件 就是说有人 有一个女生 她指控她的继父 在她包尿布的时候 就婴儿时期对她性侵 那这个事情 你觉得婴儿真的记得住吗 我觉得很可能是被误导的 就是你一直被误导说 你的继父在你婴儿时期 曾经对你做过这个事情 于是 于是呢 现在 你现在才会得忧郁症 所以你就相信了这件事情 所以记忆是会被扭曲 会被重构的 也不可信 因为我们的记忆 不断在改变当中 我们的记忆呢 并不是在接触一些东西的时候 就自然产生的 它是经过有意识的 主动的处理历程 才跟你原来的知识 能够联络上 才存在 所以要备注一个东西 要记住一个东西 首先必须要有个理解的基础 然后再来必须不断不断不断 去强化它 那这个东西才是稳固的 才是牢靠的 在红蓝的书第三章里面 讲到睡眠与学习的关系 这个部分讲得非常好 我们都知道呢 睡眠占我们人生的三分之一 然后在古早呢 睡的时候还有危险会产生 很可能你熟睡的时候 会被野兽吃掉 那为什么人的睡眠 还需要花掉那么多的时间呢 因为睡眠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任务 第一个就是排除脑里面的毒素 第二个是深化记忆 我们白天学的任何东西 任何经验 都要把它放在一个 比较深的储藏室里面 去涌走储藏起来 不然那种短暂记忆很快就散失嘛 那在睡眠的时候呢 才能够在深睡的时候 才能够达到这个任务 那我们的睡眠呢 成年人大概90分钟一个周期 然后呢 这个小孩子呢 大概60分钟一个周期 90分钟里面呢 有这个动眼期 REM跟NREM 就是非动眼期 非快速动眼期 那么你的睡眠里面呢 你必须要一定时间的深睡 你才有办法达到排毒 还有储存这个功能 如果你浅眠 然后呢 睡了七个钟头 起床之后 你的感觉就会变成 有睡如同没睡 睡了七个钟头 但是还是很累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深睡的关系 那人没有进入到深睡期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在这个红蓝的书里面 就讲到一个人 如果没有好好睡足 四个小时以上 他的出车或几率 是一般人的11倍 那这个非常惊人 这个就跟酒驾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路上查酒驾 我觉得应该要查一下 你昨天睡了几个小时啊 所有的大货车 大客车 其实不只是司机招货啊 其实有的时候 可能行人自己都没睡饱 他注意力也并不是很集中 所以呢 那么多的车祸 跟现代人的注意力不集中 晚睡失眠 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然后很多人失眠 就借助于失眠的安眠药 红蓝这个书里面也讲到 安眠药会让你没有办法 进入深睡 所以反而是干扰睡眠的 你越用药物 越会变成那个依赖药物成瘾 这个是很糟糕的 然后小学学童呢 每天要睡10个小时 青少年至少呢 应该要睡8到10个小时 你看我们现在的 所谓教育现场 大家拼成那样 哪个人能够保证 小孩能够睡得那么久呢 功课都做不完的 还有办法睡那么久嘛 那么另外还有个概念 就是说 你睡不足的时候 免疫力会下降 这里头也有数据 就是说 你只要睡不足 三四小时的话呢 熬夜 第二天呢 你的免疫力就下降50% 那从感冒到癌症 什么事都能发生 所以为什么医护人员 他们罹患癌症的比例特高 那同样的 空中小姐 或者是像直大夜班的店员 都一样 这种昼夜颠倒的 晚上跟白天倒过来的这个 非常非常危险 现在已经证实 癌症跟 跟那个昼夜颠倒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睡眠呢 从生理影响到心理 这影响非常巨大 那连精神病 忧郁症 都跟失眠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拼命吃药 那个都是没有用的 那精神科医师 他们不懂得 从身体 跟这个睡眠来改造的话 一直给药 这些药物 只是让你反应迟钝 事实上是治不了这个病 那另外还有一点 我觉得很多女生 一定会很在意这一点 你知道压力会让人胖吗 少睡也会让人胖 如果你睡眠不足的话 你很容易胖的 尤其你有晚睡习惯的时候 通常也伴随吃小夜 晚上进食 所以身体的休息就不够 所以睡眠少会让人变胖 这件事情 如果很多女生知道的话 应该会吓一跳吧 睡眠不足的时候 你的受体素不会分泌 那受体素这种荷尔蒙呢 它会抑制你的食欲 也就是说 你自然就不会吃 那么高油高盐的东西 吃到一定的量就会停止 所以你看睡得饱 有运动习惯的人 他也是吃一定的量 碳水蛋白质 他什么都吃 他油的也吃 但是他不会吃过量 因为他有自然一个 饱足的中枢 会告诉你 这样够了 吃得差不多了 他不会狂吃炸鸡一桶 可是你看 你睡不好的人 对于这些热量很高的东西 的渴求就很大 所以宵夜 为什么都是那些 很不好的东西 大概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你晚上 没睡好的时候 就特别想吃这些东西 那有的人就说 我晚上虽然很晚睡 比如说我凌晨两点才睡 然后我睡到 隔天的十二点起床 那这样也睡得够了吧 可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深睡期 大概都集中在前半夜 你两点才睡的时候 那个时间 你能深睡的时间 都早就过了 这一点 我戴了小米手环之后 因为它可以测脉搏心跳 还有你整个睡眠的周期 看得非常清楚 那个深蓝色部分 就是你深睡的时候 它永远发生在大约 晚上大概九点到十二点之间 它才有深睡期 其他时候 几乎全部都是浅眠期 就后半夜 就很难达到深睡 所以你必须要理解 我们的身体 真的就跟原始的大自然 其实是有个结合的作用 你不要在那边逆天 真的是没有办法 然后这本书里面 它也讲到 为什么会有鬼压床的现象 我们说鬼压床 不是真的有鬼 而是我们的大脑跟身体 必须同时关机 你才能进入真正的生眠 那这个鬼压床 就是你大脑提前醒了 但是你的身体 还没有办法懂 你还在睡眠状态底下 它没有办法移动 也叫不出声音 就好像遇到鬼 然后想大声喊叫叫不出来 事实上是你的身体还没有清醒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感觉拼命挣扎 喊不出声音来 然后被自己噩梦吓醒 是这样的 所以不是真的有鬼 那么说到大脑跟身体 必须同时关机 晚上很多时候 你身体已经很累很累 躺在床上睡不着 那个脑袋好像关不了机 那种感觉 很多人一定有这种经验 然后呢 就是胡思乱想 失眠到天明 那我的经验是 你想要大脑跟身体同时关机 第一个 你就必须白天有剧烈运动 第二个 你在日落之后 就是到了晚上之后呢 你尽量就不要去接触 很刺眼的蓝光 比如说你的手机平板这些 如果你看到晚上半夜 然后好 关掉想睡 你就自然就 就面临到你大脑 没有办法关机 因为这些蓝光呢 刺激你的 你的视神经 然后你的大脑呢 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 现在是黑夜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临时关不了机了 所以睡前看蓝光的东西 真的会阻碍睡眠 一定会让你没有办法深睡 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所以呢 解决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呢 如果你要看手机或什么的 尽量在六七点之前 全部去把它使用完毕 那么到了晚上快要睡觉前 你就坐着 在黑暗当中稍微打坐一下 安安静静 听音乐也行 就是关掉你的灯 然后让眼睛闭上 休息一会儿 让你的眼睛适应那个黑暗 我的经验是你 静坐个半小时 关灯 静坐半小时 我觉得睡意就很容易袭来 那这个时候大脑准备关机了 加上身体也疲累了 然后一躺下去 就很容易进入到 深邃的这种状态 那你如果问说 怎么样知道自己 有没有进入到深睡期呢 很简单 你第二天醒来 你精神怎么样 如果第二天醒来 你精神抖擞 那就是你有进入到深睡期 而且你的睡眠的时数也够 如果第二天醒来 明明睡了很久了 还是就累累的 怎么觉得好像很疲倦的样子 那就是你完全没有进入到深睡 你是半睡半醒 很多老人就是睡的时间很长 但品质很差呀 然后在这种睡眠障碍底下 每天似睡非睡的 似醒非醒的 醒着如同睡的 所以你看很多老人 边看电视边打瞌睡 你以为他睡着了吗 没有 他一下子好像半睡半醒的 他白天跟晚上没有分得很清楚 随时都在那个 就是半睡半醒那个状态 那个状态的睡眠品质非常差 所以呢 要让他白天跟黑夜分得很清楚 就是用蓝光 就是白天是接受光线的时候 晚上就尽量关灯 能够关的灯尽量都关掉 在黑暗里面坐一会儿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那另外呢 红蓝的书里面 他对于阅读是很重视 他有个观念 他觉得阅读事实上是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因为它可以让你超越时空 你看千百年前人的经验 怎么样传达到你手上 当然就是透过书本跟阅读 那你有这个习惯的人 很自然 你就能够有无限的连结 然后这种基础功又让你 能够有创造力 所以呢 阅读事实上也是给孩子 最重要的礼物 就是培养他成为一种 他的终身习惯 那是非常重要的 那增进阅读能力的方法 当然就是大量阅读 纸跟量都非常重要 你读的越多 你理解力就越好 而且你吸收能力就越好 所以不用去学什么速读法 那些都是旁门左道 你读书读多了 自然就是一目十行 这个篇章一打开 扫一眼 马上就知道 他讲的是什么东西 你的整合能力 各方面理解都会增强 所以呢 我觉得 你要留出大量时间 给小孩去读课外书 这非常的重要 这个所谓的书 没有课内课外的分别 这个 现在的教学现场 太重视所谓的教材 但是其实呢 很多时候都要让他 自己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 大量大量的 这样子去增进他的阅读能力 在红兰这本大脑说明书里面 他也讲到 很多人认为 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优秀 他一定有原因 这跟基因没有关系 跟犹太人在餐桌上的时间多 有关系 因为他们很重视家庭价值 然后全家共餐的时间非常多 而父母在餐桌上面 跟小孩讲话的字数 词汇 还有时间都非常多 多于其他族群好多倍 那么你父母在餐桌上 跟小孩 这个耗多少时间 你就能够增强他的语言能力 单字的能力 还有他的应对能力 所以呢 犹太人的父母 常常在餐桌上 是这样问他的子女的 你今天在学校 学了什么东西 然后这样一个开放式的问答 就让小孩滔滔不绝去说 哪一件事有趣 那一个老师讲了什么东西 那在这样的一个讲述里面 让他们去就是去练习他们的语言表达的能力 连串的整合能力 所以呢 为什么现在 我们的教学现场上面 完全没有所谓演讲的课程 辩论的课程 你不觉得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没有辩论这件事了吗 然后也没有上台演讲这件事了 这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从一个人的口才 就可以看出 第一个 他有没有内涵 第二个 他能不能统合他的知识 并且能够很迅速的 能够有条有理的说出来 所以呢 口才训练是很必要的 但是我们现在从小学到大学 完全没有训练口才 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看现在连到大学了 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一上台叫他讲个话 你看那个吱吱吱吱那个样子 然后很多学生躲避上台 甚至到什么地步呢 我明明就叫了他的名字 他躲在那里 不想承认他自己就是某某某 我第一次发现这样的时候 我就吓一跳 你不就是某某某吗 然后那个学生就低着头 他用这种躲起来的方式来回避 来拒绝上台 这已经是某种程度表达有障碍了 你越不练越不会 那我有时候叫他们讲个一分钟试试看 然后你抓个三分钟讲讲看 怎样都不行 你这个所谓口才 你要能够讲短的 也能够讲长的 你还必须要大约估量一下 这样大概是五分钟了 那你重点怎么样分布一下 所以口才训练式上是一个 很省时间但是很有效率的方法 但是我们现在教育现场 哪里有时间去弄到这个东西 听说很多学生面试的时候 那一堆自我介绍 那还是背的呢 就是有一个模板这样背下来 在红兰这本大脑说明书里面的第八章 他讲到性别的大脑差异跟行为 我才知道男女生的霸凌法是不一样的 通常男生霸凌别人的人 他是一个比较孤立的人 他是比较选择单挑的方式 然后通常的这个霸凌别人的男生 通常没朋友 功课也比较差一点 所以是属于那种会找你订狗凌的那一种 但是女生霸凌别人的人 他却是女王蜂 也就是这个女生通常他成绩很好 然后他会联合别人来排挤你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啦啦队模式 一群漂亮聪明的 然后老师喜欢的女生 然后就去排挤那个长得丑的 或者是家庭不好的成绩不好 所以简单来说 男生他是订狗凌的 就是一对一这样找你麻烦 可是女生通常打群架 联合一群人 然后把你孤立或者是霸凌 那么当你知道这种模式的时候 你就发现 为什么在网络社群里面 女生的受害会比较深吗 因为你是被一群人集体攻击耶 那个是非常难承受啊 那男生他打一架就好了 那么这个红兰的书里面就说 男生的性人核比女生大 性人核是掌管负面情绪的 所以男生喜欢竞争 他喜欢用竞争的方式来做事 那女生呢 他是透过协调合作的方式 所以男生会打架 打成一团 但是打完架 还是可以是朋友的 但女生呢 只要一吵架 大概就永远不是朋友了 所以这也可以看到 男女之间 他们的行为 跟他们的大脑模式 是不一样的 那其中有一个也挺有趣的 不晓得你有沒有发现一件事情 女生喜欢眼神的直视 就当你凝视着对方的眼的时候 那是一个很亲善的 很友善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要跟女生好好讲话的时候 你眼睛对着她的眼睛 会让她感觉到非常有诚意 对吧 但是男生不喜欢眼神的接触 所以你如果眼睛对着眼睛这样的 他们会有压力 而且感觉到有挑衅的意味 所以男生喜欢并肩 他不喜欢眼睛的直视 这一点我非常同意 男生的友情 他们是怎么表现的呢 打完球 然后并肩 坐在那个球场旁边聊天的时候 你看他们的姿势 并肩坐着 然后眼睛是看着前方 不是互看 所以男生的亲密感觉 并不是眼神对看 但女生是 眼神对着眼神 然后倾诉心取的那种方式 那个是女生的方式 他比较习惯的方式 那男生的话通常是并肩 所以你要跟男生交上朋友 让他们最自在的方法就是 你就跟他一起去打球 然后打完球 坐在旁边 就是凳子旁边 或阶梯旁边 然后你们眼睛 同时看着球那个方向 是并肩坐着 并肩坐着这个姿势呢 对男生来讲是非常放松 而且非常友善的 它是一个友情模式 好 所以呢 综合今天两本书 第一本是约翰瑞提 他这本书叫做 运动改造大脑 那另外一本是红蓝 他的大脑说明书 那么这两本书呢 都同样重视运动跟睡眠 对于大脑的影响 那我们如果想要 小孩子决业杰出的话 必须要先从体能培养起 我就有个构想了 我们这个教育部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体育署 跟制定教育政策的时候 绑在一起 那个生生永平板 我觉得还是算了 我觉得还不如呢 把体育课绑在一起 然后呢 叫林云如来教桌球 然后叫戴志颖来教羽球 那虽然这个分身乏术 也可以找他下头的 培养出来 更年轻的一些选手来教嘛 那么用一些明星选手 来带动各学校 巡回的这样的一种 运动风气 让小孩子崇拜运动明星 如同崇拜偶像一样 然后养成个运动的习惯 就算没有 每个人都能够达到 国手的地步吧 但至少培养出一个 终身运动的习惯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要培养出全民运动 这种习惯 因为呢 小的时候 你要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 然后到中年的时候呢 降低疾病的风险 到了老了的时候 还不会失智 那整个国家呢 健保预算 就能够降低嘛 现在健保都快要破产了 那么花在精神病药物上面 而且这都治不好的 这种浪费的东西 有多少 所以呢 你与其在下游的时候 才拼命的 这个添加长照的 很多的这些资本 你还不如就 防止在前头 你就是要让全民健康 节省医疗成本 就像红兰这本书里面 讲到的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今天花的时间和努力 以后都会回到你的身上 那我们面对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应该要多给他们一点空间 然后呢 把他们 对于他们学业的要求 稍微放缓一点 先把土壤给培养成 很健全的样子 不要急着收获 我觉得 这是所有的老师和家长 包括教育部 都应该要深切 理解到的事情 这两本书读一读啊 你真的发现 盖球场比去弄那个平板 那便宜太多了 今天呢 在这样一个台风天 然后一个意外的台风架当中呢 我们来了一场 大脑的狂想曲 然后我们介绍了两本书 一本呢 是约翰瑞提博士的 运动改造大脑 另外一本是 红蓝的大脑说明书 那么这两本书呢 可以让我们看到 阅读跟运动 对大脑所产生的改造和影响 那你不要不相信 大脑是一个活化的东西 它不断的是可以重塑的 所以一个人可以变笨 也可以变聪明的 考试的成绩 不能够来说明 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 人生是一条非常长的赛道 它是一场很长的马拉松 我们总不希望小孩赢在起跑点 但是呢 没有续航力 所以要让小孩上轨道 然后有他自己的人生 自己小的去努力 那么家长才是真正的放心 也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亲近嘛 那么 这里我就会想到 周作人 他很久以前写过一篇文章 他就讲到呢 我们在日常必用的东西之外 需要有一点无用的游戏和享乐 生活才有意思 我感觉现在的人呢 也真的都太紧张 然后压力也非常的大 现在的中年人 上有老下有小 孩子念书这件事 就可以把你搞得非常累 那么周作人他说到的 我们在日常必需的东西之外 要有一点无用的游戏和享乐 重点就是无用这两个字 我们太有效率了 很多事情都是针对一个指标 然后我们要做出一个回应 我们这种日子过得很久了 你的生活里有没有放空的时候 那种所谓无用的游戏和享乐 那种脑袋放空的时候 我想家长没有 小孩更没有这样的予遇 所以呢 这个周作人他说 比如说听语 闻香 喝不求解渴的酒 吃不求饱的点心 读不为什么的书 就是后面来说吧 读不为什么的书 这年头还有人对于知识 有很好奇心很渴求的 到书店去看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书 而不为什么吗 不为工作 不为绩效 不为应付考试 我建议呢 真的这种习惯要早早养成 因为阅读跟运动 其实是最好的解消压力 还有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你再震怒 再生气 再悲伤 你只要读一本几百 几百页的书读完之后 我包准你所有的想法都会改变 因为你的大脑被重塑了 所以呢 就这两本书来看 其实人要得到幸福 不只是外在 那个现实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股票涨价了 你可以幸福一下子 但没有很久 接下来又有很多负面情绪 各种新闻就把你包围 所以呢 人要得到一种平和和幸福 这个周座人所谓 在不完全的现实 享受一点美和和谐 这个现实 就是说这个外面世界 它基本就是不完美的 那绝对不完美 不可能照你的想象 那你怎么样得到一种 美跟和谐的感觉 就是你内心必须要跟自己 是达成一个一致的 就是内外是平衡的状态 所以呢 你不觉得自己亏待了自己吗 那不管是我们的人生 或我们的子女的人生 你都要找到这份和谐感 你的工作 你的薪水 你的生活 都要找到平衡点 所以我觉得运动 还有这个读书 这样的一种解消压力的方式 很多时候是根本 连钱都不用 你布鞋穿上 你就出去跑十圈 这要什么钱啊 那比如说读书嘛 到书店里面不买也行啊 你就随手拿起一本 自己有兴趣的书 就读了一个下午 你知道那种快乐 跟那种满足感吗 所以很多事情 其实不是钱买得来的 我们这个社会太重视 金钱物质功利 这样的一种需求 所以我们用薪水 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人最主要还是 精神跟物质 都能够达到一个 自己能够觉得和谐的地步 那我想很多当老师的人 在现在这种教育部 各种考招制度 改成这样一个模式 你看那个推真的面试 这是学欧美的 然后这种学习历程档案 这个是学韩国的 东拼西凑 弄出来一个拼装车 毁掉了孩子的童年 那我都觉得 我们其实很没有远见 你应该要让小孩先睡饱 有运动的习惯 然后该学什么的时候 学什么 你不要高一就把高二下 全部都超进度学完了 现在私立中学都是这样 都是超前进度 然后暑假就在拼命赶下个学期的 该学的东西 我觉得学得早 不如学得好 就像洪兰讲的 你根本不用担心 小孩子没有学习能力 你应该要慢慢让他们去摸索 那这个摸索不是说做成档案 然后告诉你 我一二三 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有目标去上医学系 谁那么小的时候想当医生 那根本都是被外界给框来的 所以呢 我觉得要还给小孩一个童年 身为一个老师 有时候面对这样的教育 现场的一个乱象 那有一种感觉 就是很想要大声疾呼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有点像是1992年 有一首歌叫做What's Up 那么这个唱的人呢 叫做四个非金法美女 这个Four Non Brandes What's Up这首歌 到底怎么了 这首歌呢 那个张慧妹在90年代也唱过 那当时候张慧妹刚出来 声音非常好 然后她的姐妹 还有这首What's Up 就变成夜店的国歌 就是唱出来的时候 就非常有那种呐喊的 然后女权主义这样的一种主张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我很想向男性的世界 能发出呐喊 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里面 我分分秒秒都在挣扎当中 然后我已经25岁了 我只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我 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 身为一个老师 不管你是中学或是大学的老师 你也很想要向教育部大声疾呼 不要这样害孩子了 还给孩子一个童年 一个天真无知 然后真的在混沌中摸索的童年 不要让他们很早就变成一个小大人 不要让他们太早接触到 这个世界的功力 虽然他们有一天也还要接触到 但至少让他们小的时候 先有一段无忧无虑的 不为什么而活的童年吧 那么这首What's Up 这首歌从1992年 因为唱的人是四个女同志 那么90年代的同志 这个身份还没有那么样被接纳 那同婚也还没有允许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有了长足的进步 可是我们的教育 你像现在 好像各式各样的方法 都用得很前进 但是又怎么样 你觉得电子平板 有比以前的传统黑板 要好到哪里去吗 反而是让现在的小孩 越没有云郁 他们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 然后小五小六就补习 补习为了要考思中 那考上中学之后 要想尽办法挤进大学 然后做学习历程档案 做各种假账给大人看 我觉得人要学坏 也不用学得那么早 所以我常常很想要问 这个世界 What's going on 到底怎么了 我们什么时候有办法 能够回复到一个 比较单纯的 比较重视基本面的 一个教育环境 或许我已经快就 我已经来不及在做什么 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很想大声疾呼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它的原始版本 非金法四美 她们四个女同志 她们所唱的版本 它是比较生思历节点 那么这首歌呢 由男性来唱 又另外一种 慵懒风 就是另外有一种 比较悠闲的 度假的慵懒风 那我们现在就来 前后听这两个版本 我们来听1992年 What's up 到底怎么了 25 years and my life is sti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realized quickly when I knew I should that the world was made up of this brotherhood of man or whatever that means and so it cries the times when I'm lying in bed just to get it all out what's in my head and I am feeling a little peculiar and so I wake in the morning and I step outside and I take a distance and I get real high and I scream from the top of my lungs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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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y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and I say hey hey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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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try Oh my God, do I try I try all the time In this institution And I pray Oh my God, do I pray I pray for single day For revolution Into a closer time When I'm lying in bed Just to get it all out What's in mind And I I am feeling A little bit cooler Into a wicked morning And I step outside And I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 get real high And I Scream from the top of my lungs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yeah, yeah Hey, yeah, yeah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yeah, yeah Hey, yeah, yeah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said, hey Hey, yeah, yeah What's going on And I said, hey Hey, yeah, yeah I said, hey Hey, yeah, yeah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25 years and my life is still Trying to get up that great big guild of hope For a destination I realized quickly when I knew I should That the world was made up of this brotherhood of men For whatever that means It's how I cry sometimes When I'm lying in bed Just to get it all out What's in my head And I'm feeling A little peculiar It's how I wake in the morning And I step outside And I would take a deep breath I get real high And I scream from top of my lungs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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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A cold Okay I can push it all out And I say That's why I fear Ay And I say I can't I say You know I can't You know And I say Of the city And I say That's why I will see my heart And I say That's why I hear you I can't I can't I can't And I try Oh my God I try I try it all the time In this institution And I pray And oh my God I pray I pray a single day And for revolution And so I cry sometimes When I'm lying in bed Just to get it all out What's in my head And I'm I'm feeling A little peculiar And so I wake in the morning And I step outside And I will take a deep breath I get real high And I scream from top of my arms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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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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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said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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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said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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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id Hey What's going on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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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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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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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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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